到地方了 又到了我们这个水坑了 等会把水坑里面这个水泵掉出来 之前用的水泵坏掉了 就是这个绿色这个 等会就要把那个水泵掉起来 现在用的是一个污水泵 这个桶 蓝色的桶下面掉的这个污水泵 把现在坏掉这个掉出来就行了 正好还是个坡 把这儿收拾一下就能下了 旁边有水车呢 下的时候得小心点的 不要刮蹭上了 把这儿挖一下 挖的稍微平点就行了 现在是个斜面 沟这个钢丝石啊 看看能不能勾着 勾着的话就不用下来 吓人了 勾不着的话还得抖上站个人呢 勾着了 轻轻松松的 哇 这还挺大 这个方冬子就是过滤沙子的 现在就是工人把管子跟线拆掉 拆掉之后就能往上提了 这个方冬子里面全沙子 给他们看一下 有一半就是沙子 这个就是潜水泵了 这个就是潜水泵了 有两米长 这泵也是不行啊 有点沙子 拉子之类的 就比较容易烧坏 管子取掉了 现在就往上提 哎呀 大壁举太高 有点危险呀 正好上坡 尽量把大壁往地放 放到这儿就行了 抽水泵已经装到皮卡车上了 再把所有的管子装上面 就可以拉上走了 挖子暂时就停到这儿了 把车子已经走掉了 想拉挖子也拉不上来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咱们下期见